世界千变万化 新闻随时发生 一波为您追踪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 星期一 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 CBC News 特鲁多在投票前未使用紧急状态法辩护 紧急情况部署法 预计将在新民主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 总理特鲁多正在为他的政府 使用紧急情况法来回应抗议车队 占领沃泰华市中心的行为辩护 因为国会议员准备对该法案进行投票 在周一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鲁多表示 触发该法案不是他和他的政府轻率的决定 特鲁多被问及是否仍然需要部署该法案 因为警方已经清除了国会山前的区域 他说他的政府不寻求延长该法案规定的增强权力 上周联邦自由党自1988年通过以来首次援引紧急情况法 来处理一场反疫苗授权抗议活动 该抗议活动已经占领沃泰华市中心数周 该法中规定的措施自那时以来一直有效 议员们今晚将在下议院罕见的周末会议中进行长时间辩论后 就紧急情况法的使用进行投票 如果动议失败 对该行为及其特殊权力的援引将被取消 如果他通过 他们将一直存在到最迟在三月中旬 保守派集团反对使用法案 保守党认为抗议活动没有上升到紧急状态 也没有理由使用特殊权力 新民主党表示 他们将支持政府使用该法案 但敦促自由党谨慎行事 并保留随时获取支持的权力 执政的自由党认为 面对沃泰华和全国各地其他地方根深蒂固的抗议活动 触发紧急情况法是必要的 这些措施在30天后自动到期 议会有权撤销紧急声明 无论是在本周的初始投票中 还是在长达一个月的窗口期内的任何时候 警方成功地将抗议者赶出了国会山附近的主要营地 并用围栏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周边 当局已经拖走了 占据该市市中心大部分地区 超过三周的车辆 参议院还必须对该法案的使用进行投票 但目前议院尚未开始辩论 多伦多星报 安大略省的第二剂接种量增加后 疫苗护照还有效吗 去年秋天 安大略省未进入餐馆 酒吧和健身房等场所引入了疫苗接种 证明政策 随后第二剂COVID疫苗接种明显增加 特别是在较年轻的人群中 2021年9月至12月的数据显示 在该省实施疫苗护照计划后 18至29岁和30至39岁年龄组的疫苗接种率增幅最大 这一信号表明该政策可能促使一些人接种第二针 但专家警告说 人们是否出去接种第二剂疫苗作为对政策的直接反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近几天 疫苗护照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包括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 萨斯卡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在内的几个省份宣布结束疫苗接种证明计划 因为公众对限制的耐心正在减弱 COVID住院率呈下降趋势 根据安大略省COVID科学咨询表科学主任Peter Juni博士分析的省级数据 在实施疫苗接种证明政策前一周每天接受第二剂疫苗的安大略省人平均7天人数为18823人 从9月22日至28日 这一平均每天增加23790剂 增加了26% 疫苗接种率的增加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 但他说 非常具有暗示性 及证书的实施帮助我们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轨迹 在实施之前 我们看到疫苗接种曲线继续变平 然后它再次变得更加陡峭 安大略省即将取消的疫苗接种证明系统 除了两剂疫苗目前没有能力登记最近的Omicron感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需要接种第三剂 以某种方式将最近的感染添加到疫苗证书中 而不是将第三剂接种登记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 放弃证书将不得不为之 我们需要意识到 这场大流行还尚未结束 一切都在通货膨胀 它不再只是汽油和食物 工资跟不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CBC CA 工资会否成为通胀的下个目标 通货膨胀 不再只是汽油和食物 工资将会怎样 一切似乎都变得越来越昂贵 食品 天然气和房价正在上涨 而薪水却不履蹒跚 CBC新闻系列节目Pressed Out解释了为什么你在结账时会支付更多费用 以及加拿大人如何应对一切的高昂成本 习惯价格上涨方式的加拿大人现在已经面临着比他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更糟糕的情况 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现在是严峻的课题 我们已经有所预期有关运输的延误对进口组件 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影响 高昂的住房成本现在只是加拿大生活中另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实 但到了2021年底这种可识别的价格上涨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直到大约三个月前加拿大人分配每周预算时 才会注意到大多数价格上涨发生在几个相对不稳定的类别中 例如食品燃料和住宿 现在不一样了 虽然经济学家在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种变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人的方面存在分歧 但大家都达成共识的是通货膨胀已经普遍化 通货膨胀可能已经长期化 并将开始对加拿大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些处于工资水平低端的人 包括妇女、新移民和那些工作不稳定的人 受到普遍通货膨胀的影响更甚 收入停滞不前和溢价能力弱的人最终会支付更高的价格 即使是他们所依赖的较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加拿大统计局的同一份报告显示 一切通货膨胀激增的新证据显示 总体价格以每年5.1%的速度攀升 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加拿大商会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Tapp说 这样的人提请注意加拿大统计局衡量所谓的核心通胀的三种方式 统计学家试图通过剔除波动性商品来衡量价格的潜在走势 直到11月 核心通胀率多年来一直停留在目标水平上 徘徊在2%左右 而整体通胀率包括所有波动性商品的数字已经上下波动 但突然之间 所有三项核心指标都开始攀升 其中一项指标的攀升幅度高达4% 这表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 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 每个人都预计通货膨胀将继续上升 因此企业计划涨价已跟上预期的通货膨胀 而工人则试图对他们的工资做同样的预期 必需品的价格与加拿大人购买他们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不仅对工人及其家庭不利 当总消费能力下降时 它会损害整个经济 但是 如果加拿大央行和美联储开始以更高的利率打击一切通货膨胀 而工资继续落后 那么政治家们将不得不为普通选民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而付出代价 房东将为这一行为付出代价 BC省大温哥华的本拿比租客在房东谎称出租单位 让其爸爸使用后赢得了免租金 随着房屋租金的全面上涨 部分房东也开始行动 设法为其出租的房屋增加租金 BC省本拿比市的一位租房者正在讲述他与一个撒谎的房东的经历 希望其他与其有相同经历的租客采取行动 塔拉他不希望他的名字被使用以免将来吓跑其他房东 塔拉很高兴读到一位高贵临港的租户从BC的住宅租赁分行获得了一年的免租金判决 他也有类似的经历被赶出地下室套房因为房东伟称要把年迈的父母要搬进出租房 高贵临港的一女性租客被赶出门 因为一位新房东想搬进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新房东将这个地方租给别人时 Poco的租客获得了超过两万两千加元的赔偿 几年前 这个案子听起来很熟悉 租房者需要知道他们的权利 塔拉说 我的房东编造了一个故事 说他爸爸病得太重 不能独自生活 所以我不得不搬走 但后来我发现他的父亲在前一年已经去世了 他把他租给了别人 比我付的钱多12% 塔拉向RTB提交了他的申诉案 并赢得了大约6000加元 以补偿他几个月的租金 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他说 在Poco的案例中 虽然购买者要求租户离开 以便他们可以住在公寓里 这并不罕见 但他们不能简单地让房屋空置 并在几周后以更高的价格重新出租 根据住宅租赁法 新房东必须自己在该单元中居住至少6个月 在最近网上发布的一起案件中 Poco的一名租户发现 房东在发出要求租户离开通知后的2个月内 自己从未搬进公寓居住 根据商定的事实 租户于2021年2月28日搬出 房东于4月1日重新出租了该单元 房东说 他本打算带着孩子搬入 但出于对女儿不得不换学校和远离父亲的担忧 他改变了主意 他告诉听证会 他想为他的家人做最好的事情 但仲裁员表示 这还不足以成为重新出租公寓的情有可原的理由 他说 具有合理规划的房东应该预测搬家的影响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 如果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下期不见不散哦